哈喽,小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要来学速学 小朋友,今天我们会学位置 位置 小朋友,在还没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学位置的字哦 里面,里面,里面是inside 外面,外面,外面是outside 下面,下面,下面是under 上面,上面,上面是on 前面,前面,前面是in front of 后面,后面,后面是behind 好,来,小朋友,我们一起看看图片里面什么 榴莲 榴莲 欧罗蜜 欧罗蜜 玛丽 玛丽 臣 臣 臣 猫 猫 隐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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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小朋友,我们看第一句 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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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篮子里面 里面 榴莲 在篮子里面 好,来,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句 猫 在桌子下面 下面 猫 在桌子下面 上面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看第三句 波罗蜜 在篮子 外面 外面 波罗蜜 在篮子 外面 玛丽 在隐隐 前面 前面 玛丽 在隐隐 前面 臣 在桌子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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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 在桌子 上面 隐隐 在玛丽 后面 后面 隐隐 在玛丽 后面 好,来,小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现在,老师要考考你们哦! 好,来,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看看 榴莲 在篮子的里面 还是在篮子的外面呢? 对 榴莲 在篮子的里面 小朋友,第二题哦 波罗蜜 在篮子的里面 还是在篮子的外面呢? 对 波罗蜜 在篮子的外面 好,来,小朋友,下一题 波罗蜜 在桌子上面 还是在桌子下面呢? 波罗蜜 尘 在桌子上面 上面 好,来,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看看 波罗蜜 在桌子上面 前面 波罗蜜 在榴莲 在榴莲的前面 波罗蜜 小朋友,最后一题咯 隐隐 在玛丽的前面 还是在玛丽的后面呢? 对了 隐隐 在玛丽的后面 好,来,小朋友,现在我们要开始做作业咯 读一读 圈出正确的图片 我们来看第一题 苹果在篮子里面 里面 小朋友,哪一个是正确的图片呢? 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第一个 苹果在篮子里面 好,来,小朋友,第二题 球在椅子下面 下面 小朋友,哪一个是正确的图片呢? 第二个图片 第三题 第三题 小朋友,最后一题老说不圈咯 你们自己写答案 好了吗? 小朋友,今天的数学课就到这里 你们在家要乖乖做功课咯 拜拜 拜拜